忽人能不能进季后赛 忽人进季后赛 季后赛我感觉还是比较稳的 因为当下忽人队确实引进了很多 比较优质的角色拼图 其实核心框架这块 原本实力就不弱 勒布朗·詹姆斯 农眉哥 即便所 下载技 结合他们的年纪 以及潜在的赏兵隐患 两人各自都属于联盟前三十 农眉就算说假装赏兵 我判断 他的真实排位也在二十名左右 你要说前十 这有点夸张 也毕竟他打打停停 一般来讲 这个布里尔的信号 每个赛季都有展现 这点就差点 勒布朗·詹姆斯 下赛季 他真实的排序 应该是在十五到二十之间 就前十五 你有点勉为其难了 比方说有时候 他也能够被评选成为 什么最佳阵容 三阵左右 或者是这个附近 但其实 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防守端 加上一种能力的缺失 以及领军带队 他影响比赛的方式 彻底迭代了 现在的咱们是 你冷静看待的话 你得尊重 他在高龄情况之下 依旧砍分如同 砍瓜切菜 能够在进攻段那块 改变自己的进攻手段 进而保持依旧的搞笑 但是 总体段位 在联盟当中 我目测 也就是二十名左右 农眉 如果说能保持完全健康 农眉的真正合理排序 应该是在十一二名左右 前十都飞进了 农眉 他就是完全健康 又能如何呢 上次就完全健康 你走到肥那个样 下代季回归 他现在结合目前的年纪 以及身材这块 日渐发福 你看不看到农眉 他一进联盟那会儿 也是个瘦竹杆 也是瘦高挑 志姆哥进联盟的时候 同样如此 后续发展 志姆哥一身几乳块 练出来了 而且当下你看志姆哥 根本就没有 任何一点发福的迹象 其实志姆哥和农眉 基本同龄人 一二一三 脚前脚后 年龄这块 仿上仿下 但你看志姆哥现在呢 仍然维持金刚铸就的一种 变形金刚身材 高达 高达身形 哪有意思坠肉啊 小腹也未见融起啊 但你看这个农眉呢 不管是小腹 已经日渐融起 腿围啊 明显发出 基本上都是以肥肉为主 塞棒着 明显健骨 有点德文维德 那种脸型的趋势 当年农眉哥一级联盟啊 那是明显的瓜子脸的 现在呢 瓜子脸到长 跟这个维德差不多了 现在 呃 所以农眉啊 他这个自我身形管控的不利 呃 平时胡思海塞 而且呢 大量久坐玩电子游戏 呃 有点不正业了 下载机回归就算完全健康 他的实力 也已经难复当年之勇了 你看不看到农眉啊 现在衰老的 你再一看志姆呢 同样的年纪啊 大体像是 你看志姆哥 看起来仍然是 如同一个青春少年 就是看起来就像是大学港毕业 二十二三左右 一脸的硬气 你再看农眉呢 一脸的颓废 当下一看 有点一个三十五六的中年老汉 这种感觉 济世感呢 农眉一瞅就岁数有点上去了 不像是年轻人的 因此他这个合理排序 就算完全健康 也就排到十一到十二左右 如果说在杰克特的上边隐患打打停停 他又不敢做动作 那农眉的真实排序 就是二十一二左右 在联盟当中 这只能说瘦水 骆驼比马大了 扎姆斯呢 正常排序就是二十附近 他俩差不多 半上半下了 基本上经济水准比较接近 所以这个下赛季就这环境 但是这环境够不够呢 其实已经够了 说实话 他俩只要做正常能倒 不像上赛季那般 就是伤权那么严重 基督赛是稳的 因为两个整个联盟 二十来名左右的球星领军呢 你说你能跌出这个基督赛行业 不太现实 我认为就按以往的惯例判断的话 应该是西部前保 能不能说做到前六 这个事值得赏去 但我认为就以往的观点来看 基深前八就是属于基督赛行列 忽然绝对是有前八资格的 能否基深前六呢 詹姆斯农眉一直保持健康的话 前六我认为也比较稳 因为毕竟两大巨头带队 正贯的话可能有点吃力了 因为他俩各自的属性都达不到 联盟档下名列前茅的等级 那你正贯呢 你拿啥正贯呢 在这个拖着猛男这么一个雷队 所以下赛季打基督赛 我感觉还是概率非常大 90%以上可能能打基督赛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